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来做很多人都爱吃到一种特色美食 冷吃牛肉 麻辣入味有嚼劲 最具下酒绝配 学会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做冷吃牛肉要选嫩一点的里脊或者后腿肉 首先一定要去掉外面这层筋膜 再改造成几大块 冷水下锅 加生姜片和大葱 以及一个香料包 芸汐已经打到屏幕上 煮开后会有血沫将它打干净 然后转中火煮25分钟 煮的同时准备一些干辣椒剪开 干辣椒的量根据自己吃辣的程度决定 再将辣椒和纸分开 辣椒纸不要扔留着等会用 为了炒的时候不一糊 单独将捞出来的干辣椒锅一遍清水 然后离干备用 现在牛肉要煮好了 捞起来摊开彻底放凉 放凉的牛肉更紧致不易碎 再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好后看清牛肉的纹理 顺着纹理的方向切成条 调的粗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锅里放多一点的菜籽油 倒入香菜、大葱、小葱、洋葱和姜片 中火煲熬出香味 熬着微黄再加桂皮八角 继续熬着焦黄后捞出控油 这时候倒入青红花椒 再倒入切好的牛肉 开中火炒匀 不要着急 慢慢炒干牛肉的水分 让牛肉吸收香料的香味 这次炒了2分钟的样子 继续翻炒 这次炒了4分钟之后的样子 大开炒个5-6分钟左右 倒入干辣椒 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辣香味 然后加盐、白糖以及干辣椒籽 干辣椒籽炒出来特别的香 同时也可以加点生抽 最后放入白芝麻 翻炒几下后美味鸡成 炒好了牛肉不要马上出锅 让牛肉浸在油里 彻底放凉后更好吃 麻辣鲜香还有嚼劲 一口一根吃起来特别过瘾 喜欢这一口的一定要试一试 更多美食请关注我 每天都在家里的味道